我们现在讲怎么样利用柱坐标计算三重积分 就是Cylindrical Coordinates 那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柱坐标 就是Cylindrical Coordinates Cylindrical Coordinates 我们简单的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极坐标 加上一个Z柱 这是我们直角坐标 一个点XYZ 我们把它写成Rho Theta和Z 那么这个点用Rho和ThetaZ是怎么定义呢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点我们投影到XY平面上来 投影的这个点到原点的距离是为Rho 投影下来这个点跟原点我们会有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跟X轴的夹角是为Theta 而投影的这段长度是为Z 就是Z轴Z的坐标是不变的 那么这个长度跟它直接投影到Z轴上 这个这个坐标是不变的 就是Z轴Z的坐标不变 那么XY变成Rho Theta 所以它的关系就是X等于Rho Cos Theta Y是等于Rho Theta和Z就是Z 就是Z的坐标不变 在直角坐标协下Z不变 X和Y就是投影到XY平面上去以后 用极坐标来表示 就相当于是极坐标加上Z轴而已 所以它的关系是X平方加上Y平方等于Rho的平方 开根号吧 我们直接说Rho Rho就等于根号下X平方加Y平方 Theta跟我们以前一样的 Z就是等于Z Theta就是等于RgT Y除以X 或者是RgT Y除以X加上π 这样写的太极了 我们先把这个 是RgT Y除以X 这是在投影下去变成第一和第二个Cordant XyPlan 那么或者是等于RgT Y除以X 这是在第三和第四个Cordant 那么Z就等于Z 就相当于是XY 就相当于是把XY变成 XY Y变成Rho Theta而已 这样子 那我们 它的计算 用它来计算TripleIntegrals 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我们 会把这个区域用 Z Z等于Constant Rho等于Constant 和Theta等于Constant 把它划开 把它 把区域分解成小的区域 那么结果会变成什么呢 这是Z等于Constant 这是Z等于Constant 好 那么 Theta等于Constant Rho等于Constant Rho等于Constant 那么得到的是这样子 得到这样的一个区域 在这样的一个小区域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低位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低位 那么这个低位 低位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这是底面积层高 低位我们可以是它的Base乘上这个Hate 我们知道Base就是极坐标 极坐标的面积我们知道是Rho 低Rho 低Theta 那么Hate就是DZ 因为它的高度是DZ Z的变化 这一段是DZ 这一段是D Rho 而这一段是D Theta 所以底面积层高就是了 所以这个Triple Integral V F X Y Z D V 就直接是写成的是V 嗯 F X就变成Rho cos Z Y就是Rho Z Z 然后是Rho D Rho D Theta DZ 当然这个顺序 我们以后再看 那它的上下线 Upper Limit 和Lower Limit Upper and Lower Limit Z Z 就是它的上下线 是 跟这个Rectangle 是一样的 这一样的确定的方法 而Rho和Theta呢 它就是跟这个 我们PolarCoordinate一样 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区域投影到XYP 平面上去以后 我们再用PolarCoordinate来算就可以了 所以相对来说 没有太多的新的内容 我们只 Z 我们如果先积分Z的话 跟我们支角坐标系下 确定的方法是一样 只是把那个 这个 曲面的 曲面的Function 换成Rho Theta就行了 那我们来先看一个立体 我们是 U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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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 Z 平方等于25, Z 等于0, X 平方加上Y 平方等于9, 5, Volum, Upper half, 我们叫做Upper half, 我们说是在上半部分的部分, 我们来计算它的体积, 那我们知道体积就是1的几分, 那我们现在看它的这个, 给出我们的这个区域, 他们X 平方加Y 平方加Z 平方等于25, 那是一个球体, 是这样的一个球体, 是这样的一个球, 先我们看这是一个, 这是X 平方加Y 平方等于25, 然后Z 等于0, 就是 XY 平面, 然后我们看到, X 平方加Y 平方等于9, 这是一个柱体, 圆柱体, 它的半径值是3, 那么这里半径是5, 所以它肯定只有一部分,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如果我们把这其他的不要了, 那会变成是什么样子呢? 那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上半部分是球面, 侧边是这个柱面, 侧边是柱面, 底面是这个X, Y 平面, 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形状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计算它的体积呢? 我们知道体积就是, 就是我们1的积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的投影区域实际上, 用投影下来, 这个就是X 平方加上Y 平方等于9, 我们知道, 在二重积分里面, 如果它的积分区域是一个圆的话, 我们用极座表计算比较简单, 那么对三重积分来说, 如果它的在X, Y 平面上投影的区域也是0的话, 那我们就用 cylindrical, 就用柱子表计算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先看这些, 我们把它写成rho, θ和z, 我们先积分z的话, 我们知道, 那么平行z轴画一个箭头, 画一个箭头, 那我们看一下, z的上方正好就是这个球面, 所以说, z的上限是球面, 球面, 那么x 平方加y 平方加z 平方等于25, 那么z就是等于25, 开根号加25, 减x 平方减y 平方, 那我们一次把它写完吧, 因为x 平方加y 平方就是, 就是rho的平方吧, 所以是25-rho的平方, 我们看投影区域, 先看投影区域可能还好一点, 投影区域是x 平方加y 平方小于等于9, 因为它的外面的曲线是x 平方加y 平方等于9, 所以我们用极造标来算的话, 因为它包含圆点, 所以θ, 它又包含圆点是个圆, 所以θ是从0到2π, 而rho呢, 是从0到3, 因为我们投影区域, 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区域, 这是x, 这是rho等于3, 所以rho的下限是0, 上限是3, 而θ是从0到2π, 而z的下限是0, 上限是更好下25-rho的平方, 本身是更好下25-x 平方-y 平方, 那这样的话, 我们v就等于什么呢? 0到2π, 0到3, 然后是0到更好下25-rho的平方, 而dv, dv是rho d rho, 然后我们先积分z, rho d rho d theta, 这是dv, 然后dv写成rho d z, d rho d theta, 那我们先积分z, 就是rho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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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d, 然后把z的上下限是0到根号下25-rho的平方, 然后d rho d theta, 0到2π, 那么rho z, 0到3, z, z等于把z的上下限带进去, 就是rho, 更好下25-rho的平方, 然后d rho d theta, 那么这是rho, 然后这里面是rho的平方, 所以我们把根号下面整个订成u就可以了, 所以结果是0到2π, rho, 负的2分之1, 这本身是负2分之1d du, 那么它本身是2分之1次方, 那么2分之225-rho的平方的2分之3次方, 然后rho是从0到3, 好,d theta, 所以是负的三分之1, 负的三分之1, 20, 带3和0进去, 好, 负的三分之1, 带3进去以后是25-9变成16, 16开根号是4, 4的三次方是64, 好, 64带0进去就是25, 25的三次方, 25的2分之3次方是125, 好,d theta, 因为这是d theta, 所以后面θ进去就0到2π, 所以是, 我们写成负3分之1, 64-25, -125就是61, 再乘上61, θ0到2π, 所以是3分之1, 122π, 所以是3分之1, 122π, 那么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它的上下线, 当然说, 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 如果要计算三重积分, 我们要注意到如果它的区域就是一个圆形区域的话, 我们用诸度要计算比较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Evaluate, 这个 triple integral, Z, DV, V是enclosed by, z等于x平方加上y平方和z等于4, 那我们先把它的积分区域画出来, z等于x平方加y平方就是一个revolution的surface, 因为z, 我们知道x平方加y平方, 相当于是根号下x平方加y平方的一个平方, 这个是revolution, 它是谁, 是哪个啊? 是z等于x平方或者z等于y平方, 我们绕着z轴旋转得到的,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像我们的一个碗, 这一部分是z等于4, 那我们看一下投影区域, 首先我们知道投影的区域是z等于4, 这是最大的一块区域, 投影下去以后就会变成x平方加y平方等于4了, 因为z等于4的时候就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4, 这个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4, 那么投影区域是这一块, 所以我们把v直接写出来, 直接用rhoθz写出来, 那我们知道投影区域是x平方加y平方小于等于4, 这是投影区域, 那么投影的这个边界曲线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4, 所以是它包含了原点, θ就是从0到2π, 而rho是从0到2, 因为是x平方加y平方等于4, x平方加y平方就是rho的平方, rho的平方等于4, 就是rho是等于2, 那么z呢, 我们最先积分z的话, 那我们知道, 我们这样子穿过这个区域, 我们知道下方的曲面就是x平方加y平方, x平方加y平方就是rho的平方, 所以z的下限是rho的平方, 上限是4, 所以这个积分z,dv, θ是从0到2π, rho是从0到2, 而z是从rho的平方到4, 而z本身是不需要变的, 而dv是rho dz, d rho dθ, 0到2π, 那么z的积分是2分之1, z的平方, 然后它的下限是rho的平方到4, 然后d rho dθ, 把它的上下限带进去, 这是2分之1rho, 这是4减上, 这是16, 因为z的平方, 所以是16, 减上rho的4次方, 然后d rho dθ, 然后再积分0到2π, 积分rho带进去就是8rho, 8rho的话积分出来是4rho的平方, 2分之1rho的5次方, 所以再减去6分之1, 12分之1rho的6次方, rho是从0到2, 然后dθ, dθ其实用这里跟θ没关系, 所以dθ直接写出2π, 把rho的值带进去, 4乘上2的平方, 就是16, 减上12分之1, 再乘上2的6次方, 就是64, 再减0, 所以等于多少, 12分2π, 除以4就是三分之16, 16减三分之16, 那么就是三分之二十, 三分之三十二, 所以是等于三分之六十四π, 等于三分之六十四π, 这些是我们的 Cylindrical coordinates, 现在我们要 给我们一个记录, 如果这个production of the region, of the region, as a circular, 那么我们用cylindrical就比较好算, 我们看看, 因为我们cylindrical coordinates, 就相当于是一个polar coordinates, 加上一个这一轴, 所以如果说它的投影区域是一个圆的话, 我们用cylindrical通常计算比较容易,